这张图呢,请同学看一下 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图了,讲过了 需要请同学更正一下 这张图在新版里面 同样一张图的说明呢 它稍微的有一点点修正 但是标示上就有错误 那你看我们这张图有A,B,C 有三个部分 新版的同学,你看一下 它只有A和B 在图的说明上面,它只有A和B 但事实上它有三个图 所以你要修正的地方就是 图的说明里面的A那一项指的是B 你改成B 是你图里面的,一开始它就是A,挂护A 然后它的说明 就这张图来讲应该把它改成B 对不对 对不对 等一换 对不对 等一换 这是你的那个图里面 一开始A嘛 你再继续往下面看,A的那个说明的话 应该是这个图里面的,讲的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你把A变成B就这了 改成B 接下来B的地方就是C 讲到这张图C 那你们新版的图的说明里面 只有A和B 事实上应该就是A改成B B的地方改成C 这张图的说明 A的部分的说明 它跑到后面去了 跑到这张图的 就你们的书的说明的最后 最后去了 那么所以 你看一下你的图的说明的迅速 在比较后面的部分 有这样一段迅速 你再把那段迅速的最前面 挂回一个A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所以你自己要修正一下 要不然看图的话 会觉得很奇怪 这样说讲什么 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新版的 它图做了稍微修正 但是修正以后呢 就搞错了 这显然是人为的疏忽 好吧 那这样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书里面 错误还是有的 那就是蛮明显的一个错误 蛮明显的一个错误 那后面还是有一些错误 我以后陆续的你看到 如果我看到 我会告诉你 这样修正同学 没问题啊 你自己要把它修正过去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 二十三张 Fortent Geometry 的一个介绍 那 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张图 来说明 我们上阶课已经看过了 我们今天很快的 再看一下 你要记不记得 那这个方法 它的最终目的 当然最终目标还是这样 有一个 一个Sample Sample Solution 这里面呢 你要测 你比如说测氢 就是你要测PH芝麻 测氢粒子的浓度 所以你有一个 一个样品溶液 Analyze Solution 你要测氢粒子的浓度 那你就要选一个 适当的 一个电子在这边 一个适当的电子 叫做Indicated Electro 它的 这个电位呢 会随着你要测的 这个分析粒子的浓度 改变呢 这个电位呢 会改变 所以你需要一个 适当的Indicated Electro 来反映出来 你的分析粒子的浓度 这是一个电位 那你为了测这个电位 单独一个电子呢 不能测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 参考电子 这个Reference Electro 那Reference Electro 它的条件 就是它要一个 本身的电位 是一个固定的电位 本身是一个固定的电位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以 你要测的电位 是Indicated Electro 电位 那它是相对 参考电极 这个电位 两个之间的电位差 测到是一个Cell 这两个电 两个电位的电位差 那这个电位差的话呢 那我们用一个适当的meter 把它读出来 那一般的三用电表的话 它的内电阻不够大 所以不可以的啊 那么如果你一定要用 就要去接一个Voltive Follow 你要去接一个Voltive Follow 那这个Voltive Follow的内电阻呢 就很大了啊 10的十二次方 Om 10的十二次方Om 那么这样子 你才能准确地读出来 这两个电极的电位差 要不然你用一般的三用电表 那电子不够大 你还是可以读到一个电位啊 一定可以测到一个电位 只是那个电位是错的 乌差很大啊 OK 好 我们上次课 有介绍过 这个参考电子 有两种嘛 一个是Cellum Electro 我们它的组成啊 你要自己要绘画啊 组成什么东西啊 怎么去做这个电子 然后的反反应 NERS Equation Silver Chloride 银约化银电子 于是表面呢 有绿化银 然后外面是有绿离子的 一个KCL 或是NCL的熔液 这前面呢 要有一个HORUS 这边是VICAL T 一样的 它的反反应 NERS Equation 这个都要知道啊 这个一定要会 好 那跟我们课本上 新版的课本呢 它画的是另外一张图啊 那形状 这个Silver Silver Chloride是完全一样 它是用一个厂家的目录啊 卖这个参考电机的一个厂家 它的目录呢 它把它放进来 所以Silver Chloride 基本上跟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 是一样的啊 那Kelmer Electro 或是Saturday Kelmer Electro呢 形状不一样 但是它的组成当时一样 比如说这边会有 拱啊 那这边是Kelmer Paste 就是拱跟绿化银拱 和在一起 那这上面是Kel 这个固体 那这个 其他的 这两个地方 看起来好像H 那这里面的溶液呢 全部都是Kel 或者是Saturday KEL 那这个地方 跟溶液接触的地方呢 也是一样 有一个Vical Plug Plug就是一段 一段东西呢 有一个Plug Vical是它的一个材质 玻璃的材质 叫Vical 那它有孔洞 Porous Vical Plug 那所以 形状看起来不一样 那它的组成完全一样 属它的半反应 Nurse Equation Down 都一样 好 我们上去 讲到这边同学 没问题啊 参考链集 那 我们也看过 参考链集的话 它的电位 跟你的温度有关系 一般是看25度锡 然后跟这里面填充的 这个绿地性浓度 也有关系 如果Saturate 是这个电位 赢另外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表里面 它讲的事情是这样 那我们上去一个讲 这边嘛 同学没问题 都没有啊 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继续哦 那我们上这个 没有特别去提的呢 是这边有一个 就我们这边列出来 表里面列出来的 这些电位值啊 那么它当然也不是 它不能单独撤 就是一看有链集 它电位多少 这个也不能单独撤啊 那么它也是要有 相对于 另外一个半反应电 这个Cell 它的电位是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 标示出来的 这个Electropotential Versus S-H-E 那跟我们现在的一个 歌星啊 这个团体S-H-E 是Stand Hydrogen Electro 所以你不要写三个 三个女明星的 这个名字上来 Stand Hydrogen Electro 我们所有的啊 你们 这个团体你们应该都知道嘛 我们所有的半反应 它的电位值 有一个表可以查出来的啊 我们课本也有 那它的这个电位值呢 都是相对于 这个Stand Hydrogen Electro 就是标准氢电值 那这个氢电器本身 它的电 它的半反应 E0值呢 我们把它定做是0V 这是我们定的啊 它当作参考 标准的啊 所有的半反应跟它来比 所以它的电位值就是0V 那其它的半反应的电位呢 都是相对于它 所以Versus S-H-E 那为什么到现在 常用的参考电机 就这两种 银绿化银跟Telman有两种 原因就是说 一个好的参考电机 有条件的啊 那这两种电机呢 正好能够符合这些条件 一个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可逆反应 所谓可逆反应就是说 它可以 它是往前往后都可以啊 只是像这个银绿化银的话 它的半反应是这样写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写法 比如说 这是一个还原半反应 还原半反应 所以它当然可以当作 可以进行还原半反应 那它可不可以进行相反的 这个氧化半反应呢 可以的啊 就是同一个电机 你那希望它还原啊 那它就还原啊 你希望它氧化就氧化啊 可逆的 双向都可以 这叫可逆 那另外就是啊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参考电影本身呢 它的任务就是当作一个参考点 所以它的电位 从头到尾 今天工作八小时 就八小时里面 它的电位就不能变 这很重要啊 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特性 不管你这个工作几小时呢 它本身的电位呢 要固定 那第三点的意思 嗯 我们 在这个系统里面 让它进行电话来反应 如果有电流通过的话 这个电流不大 那么通过一段时间 那它的电位呢 可能会改变一点 但是很快会回复到原来的电位 那么它的意思在这边啊 那这一点通常啊 在我们 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一开始强调啊 这个方法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是要量电位 没错 那么我们量电位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里面 这电流啊 几乎没有 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 这电流非常非常小 几乎没有 所以这一点通常不太 啊 我们 这一点要求呢 通常 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 最重要的是 前面的这两点啊 好 以上就是有关这个参考电集啊 两种它的结构 以及呢 它的 半反应 Nursy Equation的关系 那我们这样一个系统 参考电已经介绍过了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 整章 要介绍的什么内容啊 就是这样啊 Indicated Lecture 所以我们这 这么剩下的很大一部分呢 都要介绍Indicated Lecture Indicated Lecture 那Indicated Lecture 是它啊 是可以针对你要测的这个分析离子 它的浓度在改变 它的电位啊 它要跟着去Response 就是它的电位要跟着改变啊 所以我们剩下的就是 Indicated Electure Electure 那么它的种类啊 以及呢 看要测 哪些 离子呢 有哪些类型 不同类型的Indicated Electure 我們一开始讲大类 Metallic 另外一类叫Membrane 好 那我们真正讲到我们这张的标题叫 Unselective Electro 简称ISE呢 基本上我们要讲的是这一类 第二类 第二类是Membrane Electro 那么在讲这个Membrane Electro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 什么叫做Metallic Electro Metallic 这样的Indicated Electro 那这个地方 同学在高中啊 学过这个 氧化还原半反应啦 然后一个Electric Cell的这个 电位啊 Metro situation 那这部分是你们学过的啊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测 一个容颜里面 有铜离子啊 一个容颜里面有铜离子 那么你希望 去呃 用这样的方法去测铜离子 浓度到多少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在这个容颜里面 加进去 一块铜片啊 或者铜电子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 半反应 铜离子的半反应 那标准电位在这边 那么也有一个Nert equation 你量到了这个 半反应呢 它就可以反映出来 铜离子的浓度 这一铃子是一个 标准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固定子嘛 标准电位啊 所以你想知道 铜离子多少 那么去用这样一个半反应 就可以测到一个电位 这个电位呢 就可以反映出来 铜离子多少 所以 所以 你用的这个铜电也好 或者我们叫铜的 这个电机也好 它就属于这个Metallic Electro 所以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这样 这个 一个 各位应该是很熟悉的 电话学反应钞 反应cell 我们叫做Gamenic Gamenic Electrochemical Cell Wiz and Salt Bridge 那么我们都能一起看一下 那我们请同学呢 因为你们高中就学过了 你们在这个高中学过 然后大意可能也教过 分析化学里面可以也再教一遍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们有没有同学呢 愿意来 就这张图在这边 你要去讲点一下 你要怎么讲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里没有人家教 教的是高中化学 有的话呢 那一定会讲到这个 你可能就要去教你的学生 发生什么事了 好吧 同学MSC 到志高奋勇上来 当小老师 讲解一下 有没有 我们后面的学长有没有来讲 我们后面的学长有没有来讲 不是你 有没有来讲 有 严利海 陈欣锦 赖家伟 有没有 那我们的这个 生科系的东西 陈何如 要不要来 没关系 看他的样子 应该要讲 可以吗 你上来吧 来交给你 讲讲看有没有 有没有 阿翔吗 就问你怎么办 就 因为 心有活性与重大 所以心就会 讲话 然后 产生心理脂跟电子 电子 电子 经过 国外里面 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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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通过外面的导线 然后 把电子传到 从 从这边 是 因子 对 然后 S就行 反应 就是 同一子 自受电子 然后 电子 然后 就是他这边 电解值 就是 自受电子 然后 就是coating 在这个 电子上面 然后 点小的部分 就是 他可以 把两个电解值 分开 就是 怕两个电解值 会 跟那个 电解值 发生反应 所以 就是 就是 减少把两个电解值 跟 两个电解值 分开 然后 也可以 就是 连接 整个电解值 好 同学 满不满意 不满意 就发问 有什么问题 就问 有没有问题 他其实讲得蛮完整的 我们谢谢 整个系统呢 大概都做了一个胶带了 所以 这边呢 很明显的有两个 cell 两个baker 里面一边是 铜电极 然后 有 油酸酮 那 它的浓度分别 浓度是 0.01molar 在这边 那么 所以 铜离子 是 还原成铜 就是这边的 半反应呢 就是铜离子 和两个电子 还原成铜 铜离子 还原成铜 在这边 就在 红电极表面 还原成铜 上去了 那 因为它是发生的是 还原半反应 所以 这个电极 如果问它是 什么样的一个电极 在这边的角色 它就是一个 阴极 casual 发生了还原半反应 它是一个 阴极 casual 那么 另外一个 baker里面 放的是 铜电极 还有这个 刘山铜 那么 它进行的半反应 是一个氧化半反应 所以我们 说这样一个 一个电极呢 我们叫做 Annal 阳极 是Annal castle 那么阳极的话呢 鑫 它是进行氧化半反应 那么氧化半反应 就是它就放出电子 所以这个电子 从这个鑫电极 放出来 它就经过这个导线 所以这边是 Cell里面 是溶液 那外面是导线 所以连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电子 那么这个电子 就经过这个导线 到了 铜电极这边来 然后这个电子 它就给了铜离子 所以这个 castle 这个地方呢 有电子 进来 然后给 溶液里面的 铜离子 所以这个铜离子 从铜电极上 得到电子 就还原在铜电极表面 那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 这个铜电极上面的 铜氧化 所以有铜离子呢 会从电极 跑到溶液里面来 跑到溶液里面来 那这是一个 分别 氧化半反应 这个铜 还有铜离子 还原半反应 那这个岩桥座 怎么 在这边担任什么角色呢 那刚才 讲得很清楚 这个岩桥的话 它是 为什么需要一个岩桥 那如果说 你没有这个岩桥的话 那这两个溶液 就是在一个比特里面 这两个溶液都有 两个电子也都有的话 那这个铜 放出电子 这个 这个电子呢 有可能就直接 从溶液里面 新放出电子 就给了溶液里面的铜离子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有铜离子的话 它直接在这边反应 铜就放电子 出来 就直接给这个铜离子了 从没有把它隔开 你不希望这样反应 直接这样发生的话 你就需要把它隔开 那隔开的话呢 这个 这两个溶液不能够绝远 你是你 他是他 这样子不能够搞电 不能形成一个 一个完整的电路 一个系统 所以需要这个 沿桥 担任这样一个 导电的一个任务 希望这两个人不要混 但是呢 这个电子 在 外面这个 导线里面 这样子 传导 你在溶液里面的话呢 它不是电子 它是离子 那这一点同学刚刚没有讲 在这个 在这个 溶液里面 从这个 castle 这个半板 引 到另外 the annul 那么 有一个岩桥 来导电 那么这个导电呢 是靠离子 所以电子过来 这边银离子 往这个方向移动 所以这里面放的 填充液呢 就我们叫电解值了 这边写的是 饱和的kcl 所以这边有 阳离子 是假离子 那么 假离子的话呢 就从这个方向 往这边移动 那 绿离子的话呢 就从这个方向 往这边移动 所以 在溶液里面 是靠离子移动的 来导电 在导线里面 这个电子在传达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应该没有问题嘛 都知道 那 前一章 二十二章嘛 二十一章 前一章的话呢 它 也有讲到类似的 像Electochemical Cell 所以 我们借这张图呢 很简单的 去说明这整个系统 那现在回到 我讲的 Indicator Electro Metallic 那像 你要去测 溶液里面的 铜力多少 它的浓度多少 那我们 可以怎么做 就直接用一个 铜电子 像这个地方 直接用一个铜电 然后是铜电子 放进来 那它就有一个半反应 它的电位 就可以有 这个铜力的浓度呢 就可以有这个 半反应电位呢 去反应出来 可以算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 这个半反应 是你放一个铜电子 可以设铜离子嘛 那它的电位多少呢 在左边那边 当然就不是放铜电子 不是放这个铜电子 不是放这个铜电子 铜电子的 这样一半反应 那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可以放银绿化银 银绿化银 银绿化银 所以这张图 它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要测个 右边这个 我们要测一个 溶液里面 有铁离子 二架 铁离子 三架 那么它们的浓度 个别的是多少 就是浓度比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一杯 这里面就是 你的分析物 溶液 这里面有二架铁离子 三架铁离子 你想知道它们的浓度比 那你今天要用 普通银绿化银绿的方法做 那我们就放一个铁铁 这个铁铁呢 它是白金铁铁 放一个白金铁铁在这里面 那你就有一个半反应 铁离子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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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离子二架 这样一个还原半反应 这个还原半反应 它标点电位在这边 那它的铁铁离子 这边 所以你可以由 白金铁放进去之后呢 你会量到一个电位 那这个电位 你可以反映出来 在溶液里面 二架铁离子 跟三架铁离子呢 它们的ratio是多少 就可以有你这个电位 你要测这个电位的话 单独不能测 所以你必须要另外一个半反应 那我们就用银 放在表面呢 有一个绿化银的一层 然后放在这个绿化甲的 pacier的容院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参考电极 就是这个电位 你想量的 相对这个 银绿化银参考电极呢 用一个盐桥 把它连起来 这边就可以测到一个 相对的一个电位 OK 你会测到一个相对的电位 但是你 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考电极 为什么做成一个 不是放一个beta在这边呢 你要用放一个beta方式 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很麻烦 很麻烦 所以说他就把它 左边这个啊 银绿化银跟kcl 容业 包含这个salt bridge 这个虚线的部分 那这一个部分呢 就把它整个整合起来啊 变成你今天熟悉的参考电极 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银绿 然后表面有银绿化银 容业呢 是kcl ncl 最前面这个地方 还有个 离子可以 可以进出的啊 所以他跟你要 盖色的分析物离子呢 这个容业呢 它是相通的 相当于是一个岩桥 所以他跟这个 这个半反应呢 salt 他跟你要测的容业 这个离子相通的啊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tip的部分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岩桥 相当于是一个岩桥 ok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啊 这个参考电极是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所以假如说你 用半反应的方式 放一个cell在这边 一个beaker 也可以的啊 ok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白金丝呢 它就是一个metallic indicator electro 你要测的是容业里面的 二价点离子 三价点离子 它的浓度比 你用这样一个白金丝 放进去 它就有这样一半反应 所以它就有一个电位嘛 你量到这个电位 相对参考电极 电位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来啊 它的浓度比 这就是这个方法的一个 一个做法是如此的 那同学没问题啊 请问 对不起 你把演讲拿掉 没有啊 这个系统一定要能够连通 那么才会有两大电位 有电流 你又把电池拿掉 那就没有了 又不通 整个是一个绝缘的 还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在主机制度或在飞行箱 在机制度就要显得更新的 电池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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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行进去 这边点啊 电池机制度 电池机制度 对不起 电池机制度 上面一张 因为这个流酸跟离子 在这边没有反应 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这个半反应 你要写两边都写 就可以啊 就是流酸跟离子 在这边没有参与这个半反应 所以他不用写 你要写的话是两边都要写嘛 两边都要写 OK 这个因为他没有参与反应 所以不用写 好 这两个例子的话呢 呃 就可以 让同学知道 所谓的Metallic Indicated Electro的话 就像这两个例子里面 这个铜电子 铜电子 要写铜离子 那这个这样一个系统 或者是这个电子呢 就属于这一类 那第二个例子里面 要写一个溶液里面的二价铁 三价铁离子 放进一个白金式 这个白金式呢 就是属于Metallic Indicated Electro 那 他们的共同证点就是说 你这样一个系统 放进去之后 这个Indicated Electro放进去之后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半反应 氧化反应的半反应 所以有一个Hep-Cell Reaction 所以一定有一个Redux Reaction 就是氧化反应 这个缩写 Reduction Oxidation Reaction 这个在这个系统里发生 所以呢 我们是靠Nurse Equation的关系 告诉我们 这个半反应 那么你会测到一个电位 这个电位呢 可以计算你的非系统离子的浓度 一定有一个Nurse Equation 所以这一类 它一定有一个氧化反应半反应发生 这个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Nurse Equation 来得到答案 测电位呢 去反映出你的浓度 OK 那 我还要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 这张图里面 这一行 就是说 我们在表示的时候呢 不能每次要想到这样一个系统 你就要去画一个Beaker 然后这个电极 眼球 这个这很可怕 每次都要画这个 这蛮可怕的 也占蛮大的这个面积 一个 一页里面会占蛮大一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要讲这样一个系统 是不是可以用 一个符号 或一个 这个我们叫Line Diagram 就是 这样的方式呢 去代表 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你要 我们都学过 你知道这样一个系统 什么回事 那我们表示的时候呢 不要用这个图表示 而是用 这样一个方式的表示 所以你以后看到这样一个 表示方式呢 你要会想到 它是代表这样一个系统 那给我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那在左边这边 它是银绿化银嘛 所以银电极 这个金属的 然后呢 它跟另外绿化银呢 是不同东西 是中间有一个界面 绿化银 也是固体嘛 然后它跟溶液里面的 这个绿粒子 这边为什么不放这个KCL 或是NHCL 就是为什么这个 甲粒子不在了 那就是这个地方呢 银绿化银 这个半反应里面 有关系的是绿粒子 所以它只放一个绿粒子 放绿粒子 然后这边有两条线 那两条线的话 代表是 这个岩桥 那左边这条线呢 是代表岩桥的这一端 这个岩桥跟这个溶液 左边的溶液的一个界面 Junction 界面 右边这条线呢 是代表岩桥的另外一边 跟另外一个溶液 它的接触 这个界面 所以Bubble 两条随之线 所以看到两条随之线的话 通常是代表岩桥 代表岩桥 然后再下来是右边这边了 右边这边的话呢 这里面有鸭铁离子 铁离子 那这个是在一个 一个溶液里面 相同都是溶液嘛 所以这个中间没有一条线 这个都是溶液 在同样的溶液里面 然后它呢 跟这个电极白金 是一个金属 固定 所以它有一个界面 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表示法 我们叫Line Diagram 那么你要能够 看到它能够想到 是这样一个系统 OK 好 所以以后呢 很多的这个表示的时候 它就不再画这个了 因为每次都画 很麻烦 那我们都学过的话呢 你看到这样一个表示法 那很快要想到 它是什么意义了 那你要会写 要会画 好不好 就叫Line Diagram 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看到 好 所以 课本上 它也花了 大概一月半到两月的地方呢 去介绍 Metallic Indicator 有好多种 我们不要去管它了 就是你要知道 指的就是这一类 这一类 那它还列了第三类 第四类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不介绍 那我们这一张 剩下的地方呢 全部都要讲 这个Membrane 不同的 这个Membrane Electro 或者叫做Ion Selected Electro 那它跟它最大部分 那它跟它最大部分在哪里 当然不同了 那最大部分就是说 这一类电极 你也是去量电位 你都是要去量电位 这一点是相同的 但是这个电位的成因 你要量这个电位 为什么有一个电位 它会随着农业的浓度改变 这个电位会改变 这个原因啊 不一样 上面这个Metallic 它一定有一个氧化环片半反应 有这个氧化环片半反应 正在进行 有这样一个半反应在那边 所以有一个所谓的Nurse Equation 这边没有真正的半反应 就是没有得电子 失电子 没有这样的过程 没有得电子 失电子 那但是呢 因为浓度改变 你仍然造成一个电位的改变 这个电位改变 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 常常叫做Boundary Potential 什么是Boundary Potential 我们待会再介绍 你先知道的是 这个电位呢 不是因为半反应电位来的 不是氧化 也知道还原 没有关系 没有得电子失电子 是不是因为这个Boundary Potential 所以它没有 没有这个真正的氧化 和还原半反应 我想这一点要知道 那么因为这样 这个成因的不一样 那么它原理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我们下面介绍的 就跟你熟悉的 没关系了 跟你熟悉的这个 杨花环半反应 或者这个cell 不一样 不一样嘛 我们下面就开始介绍 所谓的Membrane Electro 那我们这边说的作者 在一开始 先放一个表 只要你大概知道 我们要介绍哪些种类 所以这张表里面 就介绍所谓的 Ion Selective Membrane Electro 或者是Ion Selective Electro 它的总类 它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呢 它是叫做 Cristaline Membrane Electro 很多时候我们也叫做 Solid-State Electro 固态电子 它是靠一个晶体 那么各位熟悉的 因为我们在一分实验 安排了一个实验 用的电子 就是这一类电子 第一个 Single Crystal 就是一个单晶 Single Crystal 那么它是可以测 浮离子 那这个Single Crystal的 组成呢 是浮化蓝 所以它是测浮离子 那么详细的原理 我们在后面再介绍 那么各位先知道一下 另外属于这一类的 Crystal 像硫化物 硫化银 这样一个Crystal 那么它可以测 流离子 银离子 先知道一下 这是同一类 那另外一类呢 它叫做Non-Crystal Membrane Electro 它不是一个晶体 它是一个固体 但是它不是一个Crystal 像玻璃电子 它是细酸 眼泪的一个玻璃 可以测清离子 然后呢 完全不是固体的 那当然一看就知道 因为它不是固体 Liquid 这个Membrane 已经由它呢 延伸过来的第三类 那在目前你 你还不知道 这个别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个别要去做介绍 我们介绍完之后呢 你再回来看 我们学长 应该再开这样表的话呢 你大概比较能够知道 那么它们之间不同了 好 我们先看 它们共同的一个特性 要能够符合 当作一个Membrane Electro 这样一个材料呢 它有一些什么样 基本的要求 第一个 它不能够溶解掉 你要设置一个溶液呢 你不能放在那边 然后它慢慢慢慢地 就溶掉了 所以最后没有了 那这个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它这个溶解度 一定要很低 不会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刚才陈冠宏在问 你没有一个沿条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在整个系统里面 一定要能够导电 那即使说 你的电阻非常非常非常大 的确很多时候呢 是相当地高 使得八字方 哦 但是电阻很大了 但是呢 它还是 还是能够导电 电阻很高而已啊 不是绝缘 绝缘体的是无限大 10到80方 哦 跟无限大 还是不一样啊 所以你还是需要有 呃 这个导 就是你的导电度 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仍然要能够导电 不能是完全的绝缘体 那么当然 更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离子选择电子啊 它对你的分析物离子 有特别的一个 专一性 选择性 所以不是说放在这边 除了你要测的离子之外呢 其他的离子都能够有反应 那就没有用了 有干扰很大 所以你 为什么有专一性 那代表说 你的这个材质 跟你要测的这个 分析物离子 它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力量 作用力 所以它对它特别有感应 其他在都在那边 没有 不来电 我们就这样讲 你们先讲的所谓的 来电不来电 差不多这个意思 可是旁边很多人 你都没有反应 你就没有response 然后你对某一个人有反应 那就是专一性 其他人都没有反应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特性 那这个特性 为什么它对这个离子 特别有这个 很强的一个作用力 其他离子存在 没有感应 没有作用力 所以它必须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 我们化学的话 就叫reaction 那么这个是离子交换的力量 或者说是这个 缩合的一个反应 它都有它特别的一个选择性 那么有这样一个特性的话 它才有资格当作一个 unselective membrane 如果说所有的离子都反应 就没有用 所以这个是大概的 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首先要介绍的 它不是按照那个表里面的 先介绍弗粒子电子 不是 它先介绍玻璃电子 就是测氏密质的 这个 pH glass electron glass electron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 玻璃电子是 发展最早的 这是一个历史 一个 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古董 那这个书的作者呢 显然认为 这个古董的这个东西呢 值得介绍一下 那我个人也觉得 可以值得介绍一下 那我各位看一下 要测电位 你不是很简单吗 一个商用电 这个 一个电位机就可以了 没错啊 那但是呢 你的电位机的内电子不够大 测得不准 所以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各位看一下 最早的是这位先生 这个 他也是 可能退休了 在 是美国的一个 一个教授 一个学者 飞机化学家 很有名 他研究做得非常好 那你看他在 undergraduate 就你们现在这个时候 大学生的时候 他在大学部的时候 他呢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 他已经知道一个玻璃 他这个membrane 这个测清粒子的话 清粒子浓度不一样 它可以有一个电位感应出来 但这个电位 你要把它测到 很准确测到的话 必须要克服 你的测量的这个volta meter 电位技能 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个内电子 怎么样去找一个东西 能够有这么大的内电子 但那个年代还没有 没有这个 你叫transistor 电晶体 所以你没有什么out pan 没有 那是没有的 那时候只有什么东西呢 只有真空管 各位听过吗 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小时候的收音机呢 是真空管的收音机 里面的一些放大器 是真空管的 那后来 这个transistor 就是电晶体出来之后呢 就取代了这个真空管 所以可以说得很小 所以在那个年代 1928年 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他就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学化学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背景呢 听到这个钟声了吗 那我们这个钟好像 很小